首席 次席 各位同仁 請一下陳沖 陳主委 陳主委 主委 簡短請問一句話就好了 你們現在審核我們台灣的銀行去中國大陸設分行 這個部分有沒有包括銀行對國內目前簽訂金融MOU 台灣兩岸之間簽訂金融MOU的態度 他是贊成金融MOU你就審查轉他去 不贊成金融MOU他審查都不准他去 有沒有 我們現在沒有受理任何的審查案件 那如果有啦 將來他們要去設分行的話 你們審查會把這個項目放進去嗎 我想你根本不需要放這個項目 因為他如果不贊成的話他不會來申請的 沒有不一定要有些細節的部分他不贊成 那如果說對國內ECFA的簽訂的態度 你會把它列為這個審查的項目 如果將來 我想財委會是有類似的一個決議 不過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如果他不贊成金融ECFA裡面的項目的話 他根本就不會來申請 是海外據點 因為這個是完全 那如果說其他的項目呢 其他項目其實跟金融機構來講沒有直接的關係 不見得啊 因為跟台商貸款有關係啊 對 那我們跟金融機構其實有 你們是不是會做一個他的態度的審查 說你這個態度 你對ECFA的態度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替政府宣揚ECFA 如果沒有的話就扣五分 然後就這個 我想凡是要去大陸射點的金融機構 他自己都在辦一些活動 跟他的那個員工 跟他的客戶說明說金融部分的ECFA 那個重要性在哪裡 他們都有辦理這個活動 對 如果說 如果說不辦這個活動 你們就扣分喔 不是 凡是想去 他都有辦這個 這個是他自己 這個是他自己的問題嘛 他如果自己沒有充分的宣導的話 他自己承擔這個後果 但是在不在你們審查的項目之列 不過報告黃委員 如果大家都辦這個活動的話 其實就沒有扣分的問題了 扣分也沒有意義 如果有人不辦 如果有人不辦 或是有人緩辦 或是有人少辦的呢 我了解這些想去的 他們都在辦 但是會不會成為你們審查的項目啦 我審查沒有意義 因為他都辦 審查沒有意義啦 他都在辦嘛 OK 好 接下來請謝謝主委 請部長 李部長 李部長 我在媒體上聽到您說 就是說作為統籌分配款 如果說這個 這個有些縣市 這個不同意EGFA的這個部分 或是認為EGFA內容有實質 有一些部分不同意的部分 這個統籌分配款 當然語法 應該是分配給他 但是你心裡面是 倒是有同意 所以說如果能夠不給他 就不給他 是不是這樣 你可以說明一下 我想這個可能就是我表達上 大家對我的了解的問題 基本上講起我們政府是行政機關嘛 行政機關裡面 所做的各種的規範 一定要是合理合法的東西 對不對 那至於這個地方政府 也是政府的一環啊 對 他來執行政府的政策 也是應該的嘛 對不對 那當然在後續 我們分配統籌稅款的辦法裡面 但是我不可能寫說 你沒有參加我就扣了錢 也不至於這個樣子 不會這樣 但是心裡面呢 基本上講起來 這本來就是他該做的事情啊 你看 民進黨 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不是推了一些公投的案子嗎 是 包括是不是一次公投 還是兩次公投 或是一次領票 兩次領票 有一些縣市啊 他有不同的看法跟主張 他也聲明說 我就跟中選會講的不一樣 但是民進黨 那個時候的政府 有些人覺得是不很好 那他有沒有扣了統籌分配款啊 他們因為這樣子補助少一點嗎 沒有 我看也沒有啊 制度上的規範應該不至於這個 對啦 手掌心裡面的態度是一回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對啊沒有錯 我相信台灣不是法西斯主義的國家 部長你也不是法西斯主義者 當然嘛 但是做一種這種 而且 而且EGFA的部分啊 目前為止 在台灣的這個支持度啊 吳院長所說 沒有到百分之六十 齁 這個 這個就不會簽 這我相信你也知道 所以說現在在民意的支持度上 還是有一些 有待溝通的空間 不管是贊成 或是部分贊成 或是完全反對 我想說 在在在顯示 有些民意是多元的 那縣市長的這個態度啊 不見得也代表所有的 我就說真的不了解 說有這樣的一個一個想法 就是說 這麼法西斯 喔你不給我 你不贊成什麼 我就 我就怎麼樣 將來會不會產生 如果說 認為說馬英九總統不夠英明的 我就不給他統籌補助款 這樣是不是有道理 基本上行政的作業 不至於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任何東西 都要規範得很 台灣畢竟喔 規範得很清楚 是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沒有錯啊 但是我們行政體系的政策的推動 應該是一致的 對 你可以說我政府要推動這個 這個ETC 你有些縣市 這個ETC 這個部分喔怎麼樣 沒有配合 我就 所以說你那個 那個補助款就拿不到 政府要推動營藥午餐 營藥午餐免費 那有些縣市 你把營藥午餐的拿去 挪用到其他的部分 那以後我就不補助你這部分 或是從你統籌分配款裡面 扣掉你過去 拿了營藥午餐的補助 然後不推動營藥午餐 這是可以的 但是你做ECFA也好 或是對行政首長的態度也好 或是對於總統 這個夠不夠英明或是這樣 我覺得 這個是當然是比較極端的例子 但我希望說 這個部分喔 不要成為一個所謂思想審查 或是政治立場審查 意識形態審查 應該實務上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我們今天都行政體系的 一個 依法行政嘛 對沒有錯 但如果說財政委員會通過類似這樣的決議 那這樣的話 對於財政部有沒有強制力 還是說他會跟法律有所抵觸 因為我們也依法行政 我們一定要審查它的可行性跟必要性 以及後續的效益性的問題 審查是什麼審查 審查是印尼主觀的意願審查 還是有客觀的法條審查 我們一個行政機關 運作的業務的運作 我想委員也非常清楚嘛 今天在訂的一些相關的規範 合不合情 合不合理 合不合法 我們要做後續的審查 委員會的決議 但我們一定要積極地來尊重 這也是必然的事情啦 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您在台北市財政局的任內 或者是說這個民主長任內 其實您也都知道了 這個健保的部分 其實健保的部分 對於直轄市應否負擔 他所該負擔的這個所謂 在台北市任職 但是戶籍不在台北市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條文過去一直沒有變動過 從立法之初到後來 後來大法官有解釋過 希望說做個協商嘛 後來就一直沒有處理這個部分 對啦 但大法官也判定 這個最高法院也好 可能是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兩個不同的處理模式 對 那所以說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條文一直沒有變動過 那所以說這個部分 也不是民進黨執政時期 或是民進黨在主導立法院 這個很複雜 這要還原歷史的一個 沒有錯 委員講這一部分沒有錯 那另外一部分 也要說 就是說那個統籌分配稅款的金額 後來做的調整 就造成這樣一個爭議 這樣子才把兩件事情爭議起來 統籌分配被 統籌分配稅款的金額 從47降到43 然後43 中間又北高兩次的爭議 然後後面一系列各種這個地方 可是事實上 如果依照昨天來講 統籌分配稅款 事實上 有一些縣市啊 會被認為說 我們台灣現在分三級的 台北市 新北市是一級 其他的直銷是一級 另外一個縣市 就是來解決這個問題嘛 所以後續那個分配的公式 都一致化了 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這個財政收支劃分 還沒有做最後的定案 那當然 但是我是希望說 不是只是從公債法來調高 舉債上限 因為這畢竟是以證止可 如果財政收支劃分 不做清楚的這個 只是做一個上限的規範 實際上它要到那個流量的管制 還是一個機制 對 OK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二位